轰的一声巨响 雷击瞬间电光闪闪一下 黑夜照亮成白昼 当时有许多人在户外跳广场舞 还有大批民众排队 等着接受核酸检测 突然 一道电光从天上劈了下来 接着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尖叫声 目击者表示广场的地砖都被劈坏 四人被雷电击中 导致有两人不幸身亡 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温中狂风暴雨伴随的冰雹 如鸡蛋大小的冰雹不断地打下 不少轿车挡风玻璃 被砸住了好几个大洞 还有车辆视线不良 直接打滑冲进排水沟 巴基斯坦在遭遇十多年来 最严重的水患 饭店硬身倒塌 人群转身奔逃 整栋崩塌 烟尘四起 画面触目惊心 如果泥牛侵泄 下许多村长遭到洪水及土石流 覆盖 有民众用竹筏装家当游泳逃离 当地从六月中以来 已经造成至少937人丧命 高达3300万人涉灾 当地政府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也出动直升机空投物资 灾民涉水风抢 希腊也因为暴雨 酿成严重灾情 街道因为瞬间强占雨 形成激流 还有地方出现了喷泉景象 民众牵着摩托车受困暴雨中 汽车也被冲走堆叠在一起 记者送口报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